厨房闹贼 次日后远挖出棺材 贼到底是人还是 欢迎收看三老爷惊奇手杂之深夜访客 这件事发生在我家 是我妈遇上的 那时候我们家外面在修路 就在我家窗外 我爸那几天出差 而我住校不在家 家里只有我妈和哈哈 哈哈是我家养的一条哈士奇的名字 我妈说那晚她睡下后 半夜的时候听到哈哈在客厅里叫个不停 叫到我妈睡不着觉 就吼了两声 要是平时哈哈晚上不会那样叫 就算偶尔叫两声吼 她一下也就不会再叫了 但是那晚却一直在叫 我妈一看吼 她不听就穿鞋出去了 推开卧室门看她是怎么回事 就看见哈哈冲着厨房在叫 而且一副要干架的样子 我妈瞅了一眼厨房 也是一乐 厨房门是关着的 而我妈有个习惯 晚上会把厨房的脱干净 然后敞着门 通风好让地面晾干 她也清楚地记得 自己睡觉前厨房门是开着的 当时她也没有多想 叫哈哈去睡觉 哈哈回头瞅着她 还是叫起来买丸 我妈有点生气就不想管她了 转身想回悟 哈哈又绕到了她前面冲着她脚 我妈也搞不清楚 哈哈为什么要那样 哈哈见我妈站住了 就冲着厨房脚 我妈突然意识到 哈哈是感觉到危险了 厨房里可能有什么东西 于是就走了过去 按了几下门把手 门却没有开 我妈就纳门了 难道有人在里面把门反锁了 就在她狐疑的时候 厨房里传出了摔碎碗盆的声音 我妈吓得赶紧后退 回到房间锁上门 打了110 在屋里等了一会 110来了才赶出来 有两个民警去检查了厨房 门并没有反锁 一推就开了 只是厨房里面有点乱 各种的东西被散落了一地 香被抄了加一样 而且地上到处都是粘手的 像油籽一样的东西 那两个民警也不知道这是啥 但是排除了有人进门的可能 厨房只有一扇窗子可进了 还撞有防盗窗 也没有破坏过的迹象 有什么东西从铁栏杆的缝隙中钻了出去 但绝对不会是人 怀疑是野猫捡来找吃的 确定没有危险之后警察就走了 我妈说地上的污渍 她擦了很久才擦干净 特别的臭 就在那件事发生后的第二天 我家房子后头修路挖出了东西 我妈正好买菜回来 也凑过去看了看 果然一口棺材已经被几人撬开了 还从里面抬出一个用棉被裹着的东西 棺材里是黑乎乎的水 棉被上的也一直在往下滴 看着那些滴落的像有一样的屋子 我妈突然一阵心惊 那屋子和那晚出房地上的是一样的 后来有文物部门去看过 说是没什么价值 那条路也顺理修完了 我妈找人在对着路的窗户上 挂了一面镜子 说是在那里面 说华洛 是在那里面 这条路也顺理修完 他会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